大家好 歡迎收看有線快訊 我是Karen 陳嘉惠 大家好 我是阿門 2013年第五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將會在9月15日舉行 目前澳門特別行政局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程序 已按部就班有序地展開 立法會選舉委員會亦都提醒廣大市民 所有人都不能在8月31日這個法定競選活動期開展之前 以候選人或參選人的身份公開呼籲作出這些宣傳行為 立法會議員高千次已經在5月23日宣布 將會火帕退休公務員梁榮仔 出戰9月15日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 我們一起去看看記者會的情況 我開心能夠得到他的認同和支持我們新希望的一個組別 原因就是因為不是容易今時今日 找到一個人沒有商界背景 可以全職為澳門市民服務 我本身1980年入公職 入公職就是在澳門監獄工作 由最低層開始做 由一個普通獄警一路做到我 離開公職 我的職位就是監獄員一個總警司 澳門葡萄酒美食節昨天在澳門威尼斯人隆重登場 而活動在澳門威尼斯人綜合度假村人工湖畔區舉行 而各項的娛樂活動亦都為現場製有派對的氣氛 首屆澳門葡萄酒美食節 在星期四在澳門威尼斯人人工湖畔區展開 由即日起至5月26日舉行的美食節 屆時將會有美酒、學府以及超過20個展位 提供世界各地的美食和葡萄酒 但日子超過100位業界人士 須席開幕的電禮 2013年的澳門環保洲很快地展開 而在6月2日至8日期間 將會舉辦多個環保活動 而2013洋地五市世界環境日嘉年華 將會在6月2日下午3時半至6時 在塔石廣場舉行 活動當日會在現場節日親子攤位遊戲 有機會獲取豐富紀念品以及精彩表演節目 而今年環保洲更成交全澳市民實踐減索 和食食兩大環保行動 將減少使用膠袋以及珍惜食物 培養成為生活習慣 並且將這份理念傳承下去 為積極響應和參與本澳的文化體育活動 澳門美高梅今年將會繼續派出50名運動建議 參與2013澳門國際龍舟賽 而美高梅的男女子龍舟隊 亦都在南華模級水上活動中心進行下世禮 一族美高梅龍舟隊建議 在過去的一年利用公園時間監附訓練 風雨無阻地為龍舟賽做好準備 迎戰在6月8日、9日和12日所舉行的 一年一度的澳門國際龍舟賽 上年美高梅龍舟隊 在澳門國際龍舟賽事當中成績幼兒 今年將會繼續發揮美高梅團結堅韌的 金絲團隊精神力增在創皆值 第24間澳門藝術室已經接近尾聲 臨近低幕的幾場節目 仍然是余溫卓熱備受關注 這個是來自英國的陸像活動裝置 教會現在在塔石廣場上演 這是一個暫新的戶外光影項目 這個光影項目表現教會 將會在5月25日至31日期間 每晚8時至10時在塔石廣場上演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留意一下 今星期看電視有掌重活動電話競猜遊戲 將會送出減排節能環保機油 適用於私家車及電單車 觀眾朋友照打電話66883005 答對一條很簡單的問題 就可以得到由信能圖自合金潤 或有服務連鎖一店 贊助送出減排節能環保機油 信能圖自合金潤滑有能夠減低車輛機械的摩擦 延長機件的壽命 節約能源 降低車輛的排放 適合各類柴油 私家車及電單車使用 更曾獲得多個質量及環保證書 信能地址 至於岸門聖碑道街19號A地下韋倫大廈 查詢電話2872-2383 每晚10時喜歡80年代經典電影的朋友 一定要鎖定衛士卡式台 今晚為大家精選一套80年代經典電影 就是驚雄本色 Mark和子豪在台灣交易時被手下譚誠出賣 子豪入獄 Mark誤以為是台灣黑幫所為 血洗風臨國之後潛逃 他們決定聯手復仇 但在情意兩難傳之下 紫豪會不會和Mark一起作戰 重奪江湖地位 我們現在將時間交給Maggie 去講講其他電視節目的推介 5月25號有線第180台 KBS韓國國際綜合頻道 晚上11點會有韓國再發現 這個節目將會帶大家去探索 韓國一些神秘的風景、文化、歷史 和一些當地人他們的人生故事 絕對不容錯過 有線第54台歷史頻道 晚上10點會有信仰的藝術 今集將會帶大家前往印尼的 婆羅佛陀佛塔 和中國的龍門石窟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有線電視的新的高清機電盒 亦都推出了 機身不容細小 亦都加上了紅外線接收器 接收得更加快和更加清晰 現在靠買HMC3000機電盒 即刻送你多功能學習型遙控器 可以同時遙控電視機或者其他電器 以及components高清信號線 價150元就可以增加紅外線接收器 即是俗稱顏制接收得更加快更加好 還不快點以搶先體驗優惠價980元 體驗全新的機電盒 另外有線更推出簽約優惠 簽12個月優惠價1928元 簽18個月優惠價1658元 想快點體驗全新的高清功能 立即打電話來2882-266 24小時的服務二線 以上優惠只需用於自責用戶 大家以後除了可以留意有線發信 去知道本地及外地的消息之外 亦都可以留意著非常推介這個新節目 這個節目會為大家介紹 在澳門所發生的一些文語康體活動 特別是藝術活動 大家可以留意著這些精彩的推介去買票 而首播時間就會逢星期五晚的7點半鐘 亦都會在有線發信之後播出 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